你有没有这种情况,明明一天下来什么事也没做,却总是感觉很疲惫,或者有很多想做的事,却总是拖拉,每天也总是提不起精神,情绪起伏也非常大。 对于这样的自己,你一直很不满意,却又无力改变,但也无法让自己安心躺平,内心总是陷于无限的纠结之中,这大概率就是命理学中所谓的深弱。 深弱之人所表现出来的懒惰,其实是不受自己控制的,尤其是在受克严重的流年中,由于克协好的能量太多,导致深弱,执行力丧失,从而变懒,并且深弱之人的自我内耗,也是十分煎熬的,这些都是深强之人不能体会和感受的。 所以,在很多深弱之人的眼里,深弱之人纯粹就是懒惰而已,而且民间还有句老话,叫深弱难担大财,并不是说深弱发不了大财,只是相对来说,由于自身能量分散, 自然就承担不起一定钱财,浮运,有时根本无法开发把握机会,明明有一笔财就在嘴边,却看不到引不出,在一个天降巨富却把空不住,拿到手不会妥善管理,才来采取一场空。 举个简单的例子,有的人运气不错,一下子就捞到了二十万,拥有了二十万的他们,很快就生病了,治病的费用,就达到了十几二十万, 这钱,都没有在当事人的手上无暖,就消失不见了,来也匆匆,去也匆匆,这就说明,他的命格,不允许他拥有超过二十万的财富,绝大多数人贫穷,都跟身弱有关, 很多人一听,自己是身弱这个命格,就被字面上的含义吓住了, 其实,身弱之人的身弱,并不是字面上的意思,而是指这个人,可能身无平障,容易被外界干扰,或者被外邪清洗, 但是,外界这些外邪,如果利用得当,又会变成你成长和修行的方式, 身强和身弱,指的是两个极端的正负级,它们是两种典型的心性与人性特点, 代表着两个方向,每一种命格,有每一种的优势, 没有好坏之分,八字深弱的人,其命运的好坏,是由生辰八字整体来决定的, 八字组合好,大运行的好,命运就好,反制就不好, 就像有的人是身强,却仅仅只是身强而已, 其他方面搭配不好,成为诸如四肢发达,头脑简单之类的人, 只能从事体力劳动,所以八字深强的人, 不见得就比八字深弱的人命好, 说到这里,很多人会好奇,到底怎么判断, 自己是身强还是身弱呢,是不是身体不好,就代表着身弱呢, 其实,身强身弱是命理学中的专业术语, 主要是看这个人的八字中,除了日元天干之外的, 其他七个字的五星,到底是帮扶日元天干的多, 还是客卸日元天干的多,如果帮扶的多,就是身强, 如果客卸的多,就是身弱, 另外,因为流年的影响,客卸的力量会不一样, 身强的人也会变身弱,身弱的人也会变身强, 所以,八字身强身弱,并不是说身体强弱, 而是指八字中日元天干的能量强弱, 那么,如何判断身强身弱之人, 他们都有哪些特征呢? 我们从四个方面来说, 首先是自我意志方面, 一般说来,身强的人,主观性就强, 为人独立,有主见, 但是也偏于自我, 自我的意识很强, 一般不容易服从别人, 即使是女性, 也是很强势的, 不太善于配合别人, 而身弱的人, 则自我意志相对就弱, 就比较随和, 不太坚持一见, 即使坚持, 也不会与人正面抗衡, 通常善于配合别人, 生活态度方面, 身旺的人, 喜欢独立发展, 偏好陌生的环境, 天生自我感觉良好, 对外界, 对未知充满好奇和渴望, 而深弱的人, 喜欢热闹, 炸队, 亦有点事, 不论是大事还是小事, 好事还是坏事, 都习惯呼朋唤友, 即使环境所逼, 需要去外地工作, 首先选择的, 也是有亲戚, 朋友, 熟人的地方, 活动能力方面, 身强的人, 社会参与度高, 压力自然也大, 忧患意识很强, 因此活动能力一般会很强, 而深弱的人, 大多社会参与热情不高, 不太在乎别人感受, 不太关心环境变化, 事不关己, 高高挂起, 因此, 压力不大, 内心乐观, 活动能力也自然不如身强的人, 性格方面, 深强的人性格上喜欢先做后想, 重专注重安稳, 重简单, 想大方向, 重精神满足, 而深弱的人则是先想后做, 重多才重灵活, 重复杂, 想精细节, 重物质满足, 在婚恋感情方面, 深弱的人, 无论男女, 大多数都多愁善感, 但深弱的人因为性情柔弱, 个性温和, 在感情上容易得到对方的关怀和保护, 而深强的人, 在性格上则容易强势, 自我保护意识强, 凡事求人不如自己争取, 所以婚姻上也比较难做出让步, 通常喜欢充当保护别人的角色, 总的来说, 身弱之人精神内耗较大, 敏感多虑, 缺乏自信, 喜欢胡思乱想, 也没什么安全感, 乱七八糟的念头很多, 是情绪化比较严重的一类人, 对很多事情, 会比身强之人更容易感到悲观, 也容易焦虑, 做事也不喜欢占助到, 大多比较被动, 也没有身强之人有主见, 容易被别人牵着走, 同时也比较窄, 有的还会睡眠不好, 另外, 身弱的女生也容易恋爱闹, 不同的人表现出来的特征不一样, 但基本大同小异, 那么是不是身弱, 就一定代表着不好呢? 其实不然, 身弱之人, 生来就具有较好的感知力和共情能力, 不像身强之人那么自我, 所以懂得照顾别人的感受, 而且遇到问题, 不钻牛角尖, 能接受别人的建议, 并且, 身弱之人善于思考, 没有身强之人那么刚愧自用, 他们看待事物的眼光会更加清晰, 更加擅长之躯, 也更注重内在修炼, 找到内在的自我, 也可以说大多身弱之人都是具有灵性的, 特别是身弱带印的人, 尤其是偏印, 灵性非常高, 所以不管身弱还是身旺, 关键在于用神是否有帮助, 身旺的人喜客, 谢, 好, 就像一棵大树, 要使其成才, 就要修之简业, 着法雕刻, 也要让它用在正确的位置上, 否则也成不了动良之才, 身弱的人喜应受生, 必结住, 就像一棵树苗需要滋养施肥与路灌溉, 只有这样才能使其发挥作用, 再举个例子, 就像身旺的人, 往往有主见, 比较自我, 个性强较独立, 因此我们要多给他们一些磨练, 给他们立规矩, 所谓欲不雕不长气, 而身弱的人, 表象为胆小, 难有主见, 欲使犹豫而缺乏自信, 因此我们要多鼓励, 多帮扶, 帮助他们树立自信, 教导他们坚持原则, 如果用神帮扶有力, 必然可以乘风破浪, 到达理想的彼岸, 由于身弱之人生来便是敏感, 不安人情事故, 同时又倔疲要强, 高冷不够圆滑, 所以在人生经历上, 容易遇到很多违缘障碍, 会经历大大小小的挫折坎坷, 在人际交往上, 很容易被强势和精明的人利用, 压制甚至伤害, 身弱之人没钱的时候还好, 一旦财富积累到一个限度, 就容易破财, 生活之中常常会看到这种一种现象, 越是深弱的人, 对父母越是孝顺, 越是深弱的人, 对待兄弟姐妹以及配偶, 越是包容大度, 越是深弱的人, 对待悲苦穷恶的人越善良, 这就造成了深弱的人, 愿意掏空自己绵薄的财力和感情, 来换取亲朋情感上的支持, 人过日子, 主要靠的还是自己, 你要是烂泥扶不上墙, 对他们付出的再多都是百大, 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, 用在帮助别人身上, 那么用在事业上的时间和精力, 相对会减弱, 原本根基不稳的你, 最终只会落得风雨飘摇, 所以才会有, 深弱之人不单才的说法, 造成深弱有三种原因, 也就是我们上面提到过的, 克、谢、号, 一式五行被克制, 造成的深弱, 此种八字本身并不弱, 奈何碰上死对头, 且不止一个, 处处为敌, 处处受制, 有力发不出, 二十八字日主所生太多, 能量倍血所致, 如本人鬼水, 周边皆拭目, 命重又缺金, 皆因所生欲望太甚, 有无金制月, 泛滥成灾, 如长江决堤一泄千里, 脱江野马难于管理, 三世大号所致深弱, 这个试管的太多, 本身自己好好的, 一会克制那一个, 一会管输这个, 好汉难敌四权, 你管得多, 就要大量消耗自己的能量, 以致无暇顾忌其他, 总的来说, 造成深入的根源, 就是能量, 也就是元气, 由于现在工作, 生活的快节奏与压力, 很多人晚睡晚起, 应酬多, 电子产品使用频率高, 道德经讲, 五色令人目盲, 五音令人耳聋, 五味令人口爽, 驰骋甜烈令人心发狂, 难得知或令人心放, 是以圣人为父不为目, 故去彼取此, 我们的身体是精与神的组合体, 精表示物质性的肉体, 神表示人类的软实力, 肉体如彻, 常在着灵魂, 若身心灵合一, 正气才能汇聚, 正气汇聚, 才有真正的健康, 真正的健康, 就是精与神的和谐统一, 所以, 要重视外在的物质世界, 但更要重视内在的心灵世界, 如果人一味沉浸在追逐美色, 美音, 美味, 纵欲享受, 其真一宝的物欲横流中, 加持酒伤肝, 晚睡伤肝, 甚及阳气, 结果就是, 得到一时快意, 却奠定了永恒的苦痛, 失去了金刚般的人体, 尤其可怕的是, 慎主治, 又是人的先天之本, 人的慎气, 元气一旦缺乏, 就会出现未老先衰, 等一系列的亚健康和疾病, 并且没有志向, 格局小, 胆怯, 拖延, 焦虑等负面情绪, 接踵而至, 那么身弱之人, 该如何破局呢? 拜读过几个心得, 叫人如何从身弱变身强, 讲得头头是道, 非常好, 只是, 身弱之人, 不可能一蹴而就, 一步登天, 若有弱的活法, 压根不必非要对标身强, 非要跟身强死客, 比如一个人能量级十二百, 让他们做能量级五百, 才能做到的事, 相当为难忍, 可能还没有做到, 就由紧登枯了, 一口吃不了的一个大胖子, 从量变到质变, 有一个必经之路, 目标不能一次心顶太大, 急功尽力耗损过大, 贪心过重, 也是一种执念, 只因身弱之人, 经不起折腾损耗, 所以, 我对身弱之人如何破具, 有以下几点建议, 第一, 精神内守, 致人是天墨若瑟, 身弱之人, 精气神原本就不足, 要省着用, 开启省电模式, 把精力用在自己身上, 少关主别人, 少关闲适, 别在意他人的看法, 从屋子里的物品, 到人际关系, 适当断舍离, 精力用得越少, 精气神越足, 舍弃一切消耗你能量的事情, 与你有关或无关的, 尽量不要插入, 更不要多管闲事, 有时候多说几句无用的话, 都是在内耗, 对于身弱者当少看, 少听, 少说, 少做, 少看花花世界, 少看妖艳美女, 少听闲言碎语, 少听影响心智话语, 少说无用的话, 少说没有意义的话, 少做没有结果的事, 少做浪费能量的事, 当常常怀抱真仰, 内观自身, 独立守身, 常想富足快乐, 舍弃一切消耗你能量的欲望, 舍弃一切无畏的空想, 特别是不好的心念, 人都有两个自我, 一个正能量上升的自我, 一个负能量下行的自我, 当负能量欲望太甚, 就会消耗自身正能量, 如邪淫, 贪婪, 增恨, 算计, 一切虚妄, 当思想饱满充实, 多学习, 增强认知, 丰富自己的灵, 用财滋养自己的灵, 用父为保自己的魂, 专心致志, 清理内心的依赖灰色, 动心忍性, 使能量求磁场不断壮大, 他日定长期后, 舍弃一切亲情牵挂, 这里说的舍弃亲情, 不是让你不要亲情, 而是要舍弃对他们没有必要的担心牵挂, 这些无谓的牵绊, 担心会消耗你大量的心神, 且没有任何结果, 白白浪费能量, 比如你总是为子女操碎心, 望子成龙, 望女成凤, 结果却不尽人怨, 于是跟自己赌气, 这都是内耗的体现, 儿女自有儿女夫, 人类之所以进步, 是下一代不听上一代的话, 能说服别人的从来不是道理, 而是难强, 只有撞个头破血流, 才能真正增长畸形, 人的精神有三种境界, 骆驼, 狮子和婴儿, 第一境界骆驼, 忍辱负重, 被动地听命于别人或命运的安排, 第二境界狮子, 把被动变成主动, 由你应该到我要, 一切由我主动争取, 主动负起人生责任, 第三境界婴儿, 这是一种我逝的状态, 活在当下, 享受现在的一切, 我们当活在婴儿状态, 圆阳当故, 无忧无虑, 享受美好, 此能量场干净强劲, 即使身弱, 财富也可垂手可得, 凡事想得开点, 扼杀讨好型人格心理, 先活好自己再说, 人可以适当自私, 稀密, 不消耗自己的精气神,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, 独处也能很快乐, 精神不内耗了, 就不消耗气血, 身体自然健康, 电子设备最好精气神和气血, 减少玩手机玩电脑的时间, 对于外界纷繁复杂的声音, 可以选择性耳聋, 不是每句话都值得听, 也不是每种观点都必须回应, 这对自身是极大的消耗, 另外, 身弱之人, 尽量不要介入他人的因果, 身弱之人要学会养气, 养神, 如龙养猪, 滋养性灵, 学会节能, 如果过分强调能量输出, 例如网络直播, 假夜班等, 人就会透支甘肾能量, 引发抑郁症及其他顽疾, 第二, 少思寡欲, 绝学无忧, 身弱之人欲望不宜过多, 有理想是好事, 但是要量力而行, 更不要强加干预别人的意志, 只会消耗你更多能量, 他人的思想与行为是一种念, 只属于他们的, 如果你去否定他们的念, 那你自己就不会快乐, 只会消耗你内在的为数不多的能量和磁场, 能量的稚固会令你用神不足, 很多意外和无常, 就是这样发生的, 如果一个人精神不足, 也就用神不足, 对周围环境和疾胸或福敏感度不够, 这样就容易再来不绝, 浮去不至, 难以做到阳长补短和趋机避凶, 生命的本质和奥妙, 在于避免无畏的做工和消耗, 所以静气足的人, 更容易抓到转瞬即逝的先机和天机, 也不难想象, 为什么玄门书数也多是为能量高的人所用, 《道德经》说, 少思寡欲, 绝学无忧, 很多东西是不必学的, 除了智慧经典之外, 很多书是误人子弟, 古人称一些所谓的学问, 是奇迹银巧, 定位精准, 话操理不操, 气虚的人, 最不能看心灵鸡汤和成功学理论, 气虚的人, 压力大扛不住, 竞争激烈也扛不住, 不能思虑过多, 越思考气越虚, 一疲劳, 不能总给自己灌输, 一定要成功, 完成世俗意义上那种成功的观念, 忧患意识可以有, 但应当少一点, 没有那个金刚钻, 不要揽那个瓷器火, 他们是咬牙都坚持不住的人, 拼命坚持身体会垮掉, 看看多少学生哨白头, 因为心火大和压力大, 提前衰老, 一种人一种活法, 凡事顺其自然, 不能过于抢求, 过于自强等于自强, 生命贵在协调柔和, 平衡, 不是不强壮就不能活了, 也不是不成就一番伟业就不配活着, 照样可以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, 网络上许多声音和观点, 大可不必听, 尤其那种一看标题就是标题党, 或者负能量特别强的观点, 并不是把看客往正道上引, 只是发泄情绪, 比如, 这几种行为就是看不起你, 该如何对付它们, 这种人就是欺软怕硬, 当当, 有黑就有白, 确实有些人的言行举止很过分, 很无礼, 只是对于身弱之人, 你真的不要计较那么多那么敏感, 这会让原本就负能量很强的你, 雪上加霜, 惊奇神更不好, 世俗社会里, 欺软怕硬, 看人下菜碟是常见的, 从古至今都是这样, 这些行为绝对是不好的, 但是你没有必要跟他们死磕, 如果你看出某些人人品不好, 直接远离, 敬而远之, 不要给他们伤害你恶心你的机会, 人际关系适当断舍离, 远离那些人品差的人, 而是出于无知, 身弱之人尤其应该远离负能量, 比如悲剧, 负面新闻, 国家大事可以关注, 鸡毛蒜皮, 街头巷尾的八卦, 这种不要听, 越接触负面东西, 思维越负面, 能量越低, 在你精神内核不稳定的时候, 尽量避免耗为忍失, 挡同乏意这些事, 轻轻静静过自己的生活, 别把你的生命用在跟其他人死磕上, 但要是是福不是磕, 是磕躲不过, 那没必要忍让,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, 第三, 游山玩水, 回归自然, 去山里或抱抱大树, 拜访庙宇, 或者跟内心干净的朋友待一小时, 他们能量场更干净, 能让心静下来, 交换干净的能量, 大自然有疗愈身心的能量, 春天尤其应该出去浇游, 旅游, 智者乐水, 人者乐山, 第四, 补印, 读经典国学, 打通智慧之脉, 把时间用在刀刃上, 什么最值得花时间, 国学经典, 其次, 穿纸感舒服的衣裳, 戴金首饰, 男女都可以, 吸收精气, 质感, 让毫无去滋养自身, 如果一个人在有点书卷气, 姿态仪容舒展自然自性大方, 明显会感到气度不凡, 气宇轩昂, 优雅从容, 你拿什么去滋养自身, 身上便融入他们的气息, 此外, 身弱之人还要学会适当摆烂, 因为他们太喜欢自己给自己加包袱, 能够注意到很多细节, 再加上擅长思考, 想的很多, 经常容易出现, 本来没什么, 一想就觉得有什么, 再一想就觉得不得了, 很严重, 这样的情况, 多思多履, 包袱太重, 就容易伤脾, 伤肝, 伤痒, 伤气伤血, 导致自己内好越来越严重, 能量越来越低, 身弱之人, 本身能量低, 所以生活上要适当摆烂, 学会放纵自己, 这是珍惜使用自己的空间, 但很多人没有意识到, 自己的每一份心思, 力气, 更加珍贵, 在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上耗费心力, 以及在一些重要的事情上过分用力, 这些都会导致自己能量越来越低, 总的来说, 身弱之人, 凡时顺其自然, 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, 牡丹雍容花贵, 勺药妖艳放肆, 各有各的美, 各有各的好, 牡丹便不成水仙, 勺药便不成百合, 蛟龙画龙, 也得经历一番持久的修行, 普通人切记急功近利, 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, 没有选那些书, 比如书竿补肾气, 化妆, 美容, 学搭配, 太好惊奇神了, 耗不起, 在某个平台关注一位大姐, 她很实诚, 从爱酒到抛脚, 从养发到刮煞, 坚持一两年吧, 效果看着不明显, 气血依然亏虚, 她过于关注数了, 气血不足的人, 首先要养气血, 减少气血消耗, 天天花费那么多时间, 去研究吃什么喝什么, 怎么爱酒, 爱酒哪些学位, 哪些不能做, 虚弱的人越操心越消耗, 身体的电量越不足, 花这些时间去站桩, 跺脚, 练以津津, 长寿功, 任选一个去坚持, 效果都会好太多, 从根上去解决, 若有弱的活法, 没有绝对的好坏, 别强求自己, 怎么舒服, 怎么活着, 自己的节奏, 自己拿捏, 但在这个过程中, 希望你是在不断升级中拿捏, 如果只是原地踏步, 自己拿捏自己, 那就是自私, 那不如干脆躺平, 做做梦就好, 做做梦就好, 你是不是宝藏, 你得有工具去吧, 这个工具就是你的认知, 认知世界, 认知周围, 认知自己, 这是一个循环的过程, 也是探索最终你心灵的归属, 自性若迷, 佛是众生, 自性若悟, 众生是佛, 你本来就有属于自己的强大, 一切在等你开启, 一切在等你结束。